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湾中南部又进入9月开始的空污高峰期,今天晚间中南部空气品质一片满香红,台南地区四空品侧站全都达红害的不健康等级,这波污染物主要是臭氧,晚间要出门散步,运动的民众得要留意了。 根据环保署晚间60的空品监测,空品指标AQI,全国最高的是高雄凌园和左营均高达195,台南AQI最高的是安南侧站达174,与加一票次并列全国第五高。 另外,善化侧站166,台南侧站161,新银侧站156,均达红害的不健康等级。 南市环保局晚间表示,因今天上午受到北方高压东移影响并伴随低风速,始终南部地区形成弱风伪流区,天气形态较为稳定,再加上中午过后强烈日照,氮氧化物N-Ox,与挥发性有机物VoC-S,经一连串光化反应而形成臭氧,造成台中以南臭氧时升高,台中以南侧站空气品质。 下午过后胃不良达红色警戒,预估臭氧8小时平均值会在晚上后才会慢慢降下来,提醒民众做好防护。